爹 儿子敬你一杯 你又做什么坏事了 没有 好事儿 儿子想成家了 令儿 你不说你 娶妻在家 出去玩不方便吗 怎么突然间开窍了 对啊 而且 儿子已经认转了一个 真的 是哪家的娘子 就是 等等 先说好啊 你可不能选你大哥 门不当户不对的 我可不答应 娘 你放心 肯定门当户对 而且身份高贵 汐南公主的名 不行 为什么 她是你大哥的 我不要 我要 好了 这汐南公主 是陛下的爱女 她如果嫁到 鲁国公府 那只能嫁给国公 而国公 那将来是你大哥 听您这就不公道了啊 国公是大哥的 我没有意见 楚军您有意见吗 你看 我们都没有意见 但是汐南必须是我的 我只要揉我 我要汐南 我要揉我 我要汐南 我要揉我 我要汐南 我要揉我 闭嘴 我 这样 明天一早呢 为夫 荆叹皇宫 探探陛下的口风 吃饭 谢谢爹 这花开得真好 陛下得背四海 连花都开得特别的艳丽 陆国公 你可真不会拍马屁啊 你这话听着我都心慌 行了 有话你就直说吧 陛下 陛下 臣老了 臣想抱孙子 臣的犬子 跟陛下的爱女 新南公主岁数差不多 能不能 能 能 你为大唐效力多年 功勋卓著 应该赐予这个恩典 行 行 见着公主 就便宜你的圣楚慕了 等等 陛下 您是说 将爱女新南公主 许配给楚慕为机 不认她还能有谁啊 陛下 臣说的犬子 是我叫老二 是臣的儿子 是臣的儿子 老二 难道朕的公主 配不上你的长子 不是 不是 难道 朕的公主 没有资格 当未来的鲁国公夫人 不是 不是 朕的公主 配一个 小小的宣威将军 已经够委屈了 难道你还想金枝玉叶 区配一个 皇宫侍卫吗 不是 不是 不是就好 鲁国公 如果你有这种 以下犯上的想法 那可是死罪 臣 不敢 鲁国公 我看你真是老了 你老的都不懂得谢恩 臣 生小敬 谢恩 朕以为 这些日子 盛楚慕这小子 有点出息了 所以 就赐给他这个恩典 再过两个月 就是新男的生日了 到时候 朕下诏书 此婚 起来吧 陆国公 陆国公 你就踏踏实实地 当着报孙子吧 公主 公主 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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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答应了 鲁国公的求亲了 追到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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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陛下答应给公主 赐婚的对象是圣楚慕 什么呀 你不是听错了吧 我没听错 陛下还说了 等公主的生辰一过 就立马下诏说赐婚了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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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的 说的 我怎么能嫁给圣楚慕 我都不哭啊 公主他爹犯糊涂 你也犯糊涂啊 这你怎么能接受呢 我 有你这么跟爹说话的吗 娘 你看爹他凶啊 爹 我知道我比不上我大哥 但我也是你那儿啊 您说好好的媳妇 成了大嫂 谁能接受得了 反正我接受不了 反正我的媳妇接受我的 不能给大哥 我 你干什么 令儿 来 听娘说 这事吧 也怨不得你爹 都是陛下的意思 再说 楚慕娶新男公主 那不也是没办法的事吗 我 我不要 娘 陛下惊口欲言 你不要也得要 阿娘 俺不要嫁给圣楚慕 为什么呀 俺不喜欢他 那你是幼灵喜欢什么人了 你喜欢谁呀 儿喜欢 你告诉我 我砍了他 断了你的糊涂念头 干吗呀 敢勾引金之玉叶 不是死罪是什么 阿娘 阿娘 儿不关 儿不要嫁给圣楚慕 皇后 怎么样 司徒尚义身子本来就不好 只是好面子一直强撑着 这已挨了板子 太医说 恐怕撑不过去了 他虽说有错 本宫也不该在圣弄之下 命人杖则的 吩咐太医院 需要用什么好药 尽管用 是 体态 这 是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